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常浩 今天要和您一起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 妈 这不是你的家 儿子对母亲的这番话 火了 妈 前些日子和你打电话 你在电话里头说 你退休了 父闲在家无事可做 想来我这住一段时间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和小梦都很开心 你来的那天 小梦怕你认不得路 还专门请了假去接你 上周我出差了一周 前天刚回到家门 坐下还没多久 你后脚就跑过来问我 你平时跟小梦是怎么生活的 我听出了你的话外音 问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你只是说 小梦还不懂得怎么当一个好妻子 为此 我专门和你 还有小梦谈了很久 总算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写这封信 就是想告诉你 妈 这是我的家 不是你的家 俗话说 三岁一代沟 两个人之间 年龄相差的越大 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也往往越明显 我和小梦才刚结婚 没两年 但你和我爸都已经退休了 我们之间隔了整整一带 在许多事情上 我们的看法都会发生分歧 前几天天气转凉 南方的炎热里 总算有一丝凉意 小梦依旧像平时一样 穿着凉鞋短袖出门上班 你看到后就指责他说 这么冷 你还穿短袖凉鞋 小梦只能尴尬一笑地说不冷 有一次 你看到他在喝温水时就说 喝这么冷的水对身体不好 把水煮开了再喝 不由分说的就上前把温水倒了 重新倒水加热 小梦跟你解释 喝太热的水 吃太烫的食物 其实菜是对身体不好 容易烫伤红膜 还容易得食道癌 你却说 我喝了一辈子的热水都没事 听我的没错 这些生活习惯和观念上的分歧 还有很多 这不只是在你和小梦之间才有 以前我未婚时 也经常会在这些小事上 和你有分歧 妈 我想说一句 家人之间观念不同 不必强柔 每个人都会因为生活环境 所受的教育等因素 而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 更何况相差了几十岁的两代人呢 即使是家人 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 也会有所不同 如果非要强迫别人和自己一样 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和睦的家庭 不是所有人都一样 而是尽管各自不同 但仍能接受对方 包容对方 我记得小时候 你和爸爸的感情很好 几乎不吵架 但在我记忆中 你们为数不多的几次吵架 全都是因为奶奶 那会儿正是我准备上初中时 奶奶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奶奶一来到家里 就像是女主人一样 凡事都会过问 如果有哪件事 没有经过她同意 就做决定 她就会生气地骂老爸 而且虽然嘴上骂着她 却是指僧骂怀地说你 吃饭多放了点盐 就说你不会做饭 用洗衣机洗衣服 就说你懒 还浪费水电 买几件衣服 就指责你花钱大手大脚 面对这些 当时老爸爱于奶奶的威严 没有做出行动 你也不好和老人家争论 因此你和老爸吵了好几次 小时候我不懂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但后来我明白了 一个家庭里 只能有一个女主人 而且这个人应该是妻子 而不是婆婆 妈你是过来人 对此最有体会 我不想重蹈覆辙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结婚之前作为儿子 你是家里的女主人 结婚之后作为丈夫 我的妻子 才是不可撼动的女主人 心理学家曾祁锋说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定海神针 如果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 拥有第一发言权 那么这个家庭就会稳如磐石 所以在我心里 小孟才是这个新家庭的画室人 而不是你 妈 我出差回来后 你每餐都会加菜 做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尽管到最后都吃不完 家里的卫生 你三天一次打扫 五天一次大扫除 家里一尘不染 看着确实舒心 就连家里的保姆 都感觉她要失业了 每天早上 我还睡眼朦胧的时候 你就已经起来做早餐了 我说下楼买点吃的就行了 你说外面的不如自家的好吃 不过你的手艺却是没得说 你来之后 我又胖了几斤 妈 你做的这些我都记在了心里 但细细想来却觉得不妥 我已经是一个成家立业的人了 你也工作几十年光荣退休了 我不需要你来当保姆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你也没必要再又于孩子 我一直觉得为人父母 孩子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如果人生中只有孩子 却是一件可怕的事 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孩子或压力大 更意味着父母没有自己的生活 前几天我们走在街上 楼下的广场上 有一群妇女正在兴致勃勃地 跳着广场舞 旁边还有一些零星的阿姨 正牵着小狗 边散步 边先谈 你一直看着他们 我看着你 那一瞬间 我突然觉得 这种每天照顾儿子 指点媳妇的日子 并不是你想要的 我记得你以前总说 退休之后想出去旅游 想学交际舞 想要一条狗 那时我还小 你需要花时间照顾 后来工作忙 你没空做想做的事 有钱有闲 还能做喜欢的事 是最幸福的状态 现在你退休了 你也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了 作家林兰曾说过一句话 最好的关系 是亲近的保持距离 在我看来 婆婆和儿媳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都是如此 想要减少冲突 并相处愉快 就需要亲近的保持距离 互相关心 却不过分干涉 别人的个人生活 妈 也许你会觉得 我和你有着血缘关系 你才是我最亲的人 小孟只是个外人 我不该这么向着她 但是 妈 陪我面对人生的风雨 与我一起过完这辈子 的是我的妻子 我护着她 是天经地义的事 余孝并不可取 我不想当一个余孝的人 每一段母子关系 在结婚后 都该破碎一次 重建一次 破碎过往的依赖 重建亲近 又不越界的关系 婚姻 是夫妻之间的事 最忌讳的 就是有第三人插足 无论这个人是谁 妈 你和老爸组建了家庭 我现在也和小孟 组建了家庭 希望你能理解 儿子维护家庭的苦心 下个月 老爸也要过来了 我给你们都订了团 去你一直想去的北欧 好好享受 退休后的二人世界吧 祝你们旅途愉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